各位亲爱的澳门居民 在宋旧迎新 金鸡报喜的欢乐时刻 我仅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供足全体居民 新春吉祥 平安健康 心想事成 刚过去的一年 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 港大的居民努力耕耘 落实执行首份特区五年发展规划 实现经济初步回暖 财政的基础稳健 优先民生工程 社会大局稳定的预期目标 随值前 我特别去到传统社区 视察民生民情 与街坊伦理闲话家常 让我感受到 他们对生活的期盼 感受到小城始终 没有变的浓厚人情味 我亦去到年宵市场 支持勇于尝试创业创新的年轻人 与他们的交流 让我感受到新世代的朝气和憧憬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阶层 对和谐安定生活都怀抱相同的向往 展望新的一年 我和特区政府 会把港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化为正能量 我们坚持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施政方向 与居民同心协力 建设美丽的家园 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共见共享的喜悦 传承爱国爱傲 包容共济 务实进取的优良传统 不忘初心 不负真心 潮处既定的目标 稳步向前 春节是万家团圆 共享天伦朋友相会的美好时光 我们更要发扬 助人为乐的美德 关怀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人士 及时为他们驱寒送暖 让大家共度节日的喜庆 我真诚地向新春佳节 坚守工作崗位 如常为民众服务的公务人员 各界的人士 致以节日的问候 并表达我冲心的感谢 最后我再一次恭祝全路的居民 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恭喜 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